加州保險業的監管專員瓊斯 今天上午在洛杉磯保險部宣布正式通過 Farmers保險公司一系列 專為各種交通網絡公司 口試Uber的司機以及乘客設立了保險服務 Farmers保險公司也成為了 加州首間提供該類型服務的保險公司 隨著各種交通網絡公司 例如Uber和Lift的普及 市民出行乘坐交通工具的選擇也越來越多 與傳統的出租車方便性以及費用相比 交通網絡打車系統 能夠為市民提供更快捷的接載 以及更加低廉的價格 但在這些打車系統的眾多優點之下 很多司機以及市民往往忽略了當中隱藏的問題 加州保險局監管專員瓊斯解釋表示 以Uber為例 交通網絡打車系統服務被分為三個階段 當司機打開Uber軟件 開始接受乘客配對服務的時候 被定為第一個階段 當司機和乘客成功配對的時候 被定為第二個階段 而最後當司機成功接觸乘客的時候為第三個階段 根據加州法律規定 所有交通網絡公司 都以為處在第二以及第三階段的司機 以及乘客雙方 提供最高100萬美元的保險服務 但只會為還在第一階段的司機以及路人 提供最多不超過30萬的保金 瓊斯今天早上代表加州保險局宣布 正式通過Farmers保險公司 專門為處在第一個階段的司機 提供更高的保險金 Farmers保險公司首席執行長戴利 也到達現場解釋了該公司新推出的保險服務 保險監理專員瓊斯表示 Farmers保險公司為司機以及乘客 提供的額外保險服務 能夠更好保障意外發生時雙方的利益 Farmers保險公司也成為加州首家提供該類型服務的保險公司 屆時有需要的司機能夠以支付保險總費用的8% 附加這項新的服務 天牛維視記者馬進採訪報導 總共為主席執行長戴利